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超级女星Lisa这么火 到底为什么要去参加风马秀 Lisa有多火 她不仅是当下国际上最火的女团 Blackpink的C位成员之一 还曾被评为亚洲百大最美面孔之首 海外平台粉丝数突破9700万 是拥有粉丝数段层第一的韩流名人和泰国名人 同时也是第三位达成该成绩的亚洲名人 Blackpink是由韩国最大的娱乐经纪公司之一YG娱乐 推出的女子唱跳组合 自2016年8月8日一出道就在全亚洲爆火 组合成员包括金智秀金真一条彩inLisa 先得不认识Lisa的小伙伴 欣赏一下她颜值的各种角度 有欧美人喜欢的亚洲女人的肤色和身材 有堪比好莱坞巨星的大的出奇的漂亮会说话的眼睛 有像舒淇一般性感的后嘴唇 在舞台上随意舞动 背后的性感都是扑面而来 于是不仅吸引了一大批男粉 女粉更是无数 Lisa的粉丝之中 既有杨颖这样的内定女人心 也有LV富豪集团三公子这样的超级实力派粉丝 所以绯闻也就不进而走 因为他们私底下的合影实在是太多了 有郑金威作和刘亦菲在一起看秀的 有跟朋友聚会私密场合疯狂嗨玩的 还有跟Blackpink成员的集体合影 于是有网友戏称她为最佳妹夫 Lisa也是个恋爱脑 参加风马秀是为了讨好豪门贵公子 Lisa和LV三公子之所以会传出绯闻 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合影多 有网友申巴了Lisa的行程 Lisa曾经多次与LV三公子的家人行程重合 打卡相同旅游景点 对于Lisa的恋情 她所在的YG公司只是对此回应 并发表无法确认的立场 Lisa和LV三公子二人 没有任何公开官宣过恋情 可做的事都比情侣更甜蜜 男方疑似使用了印有Lisa名字的手机壳 包括Lisa突然官宣在9月底参加 备受情色指责的法国巴黎风马秀 也被外界视为是她讨好豪门贵公子的花招之一 为此她还特别有底气地拒绝了一局把她捧红的 韩国女团Blackbeak的经纪公司YG娱乐递过来的4000万美元 近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续约合同 不过也有人为Lisa可惜 觉得她太过恋爱恋 豪门LV家族并没有许诺她任何一张婚姻的入场券 她就盲目地快要切断自己的事业后路了 如此急吼吼的吃相实在不算好看 豪门媳妇难当 巴黎风马秀难跳 网友难理解 Lisa的事业走向难民了 怎一个男子了得 风马秀品牌经理回应邀请Lisa是因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新的年轻女性 更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随着网络的热议 Lisa的表演曲目也被曝光 她的表演曲目 Crisis What Sersis大胆奔放 据说表演当天她会穿着衬衫半裙在桌子上跳舞 这次Lisa陷入风马秀的舆论之中后 就开始有更多的人分析 Blackpink女团里的各个成员单飞之后 到底谁能更走红 那架势就像在分析TFBOYS一样千禧王俊凯王源的未来走向一样 也有网友猜测 为何Lisa一官宣她要参加法国巴黎风马秀之后 突然在互联网上冒出来这么多负面新闻 就是她的经纪公司在背后搞的鬼 目的就是为了Lisa能够乖乖听话顺利续约 有别的明星的粉丝嘲笑起Lisa的粉丝来 说你们家偶像要参加风马秀了 为了嫁进豪门 已经开始给豪门交投名状了 事实上巴黎风马秀虽然号称是把标志性的红唇浴缸和酒杯搬到舞台中央 让女演员在里面扭动性感的身姿舞蹈 但有现场看过的网友反馈实际表演效果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情色 说风马秀是高雅艺术也不为过 Lisa到法国巴黎风马秀的舞台上 把她作为女人一生最美好的瞬间留下来 相信也是遵从了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并不一定是为了讨好和取悦LV超级富豪集团的三公子 讨男人欢心的方式有很多种 并不一定非要走风马秀这条路 当然风马秀把女性的性感身材物化 并标价后作为表演公开发售 这个争议也是确实存在的